我是陈汉明 这个故事里面 全部是我由心里讲出来的 做我这行 已经做了差不多35年 我的工作就是做橡杆油鸡面 自己的生意来的 一路是小贩 可是是在酒楼里面学回来的 所以我说因为那时候 我跟一个香港师傅做的 所以我叫做《香港油鸡面》就是这样 我来自是马来西亚鱼宝 一个小村里面长大的 我父母他们都是以荣为生 就是养猪养鸭种菜的 我15岁的时候就没有读书了 因为我在这种环境 其实我很小就要帮忙家里做饭菜的 所以我对这些食物里面 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感觉 我对他们的有一点了解 所以我到我读完书之后 我就出来 第一个选择就是做厨师 当我收到邀请的时候 我还犹豫不定 我还问他 你是真还是假 我说 美其林 它可能会来到我的当口吗 我说 我问了他的代理 他说真的 我说我们大牌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连我们这种小贩中心 都可以入选的哦 他说只对你的食物 不是对你的地方 在我30年前 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厨师曾经告诉过我 天下有一个可以给你最高的荣幸 就是米其林这个杂团 你迎关中心啊 可是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想过 他会出现我们这里 因为那时候我们感觉 他就是在外国的地方而已 对朋友讲 我们做厨师的 都是盘安有一天 做出来的时候 得到国际的认同 是一种荣幸来的 等于一天大学 我们毕业了 这是真的那本餐馆 然后我们在7点15分 会颁一颗星 然后一颗星 如果说你是得奖者 真的 如果我们都入场 为颁方已经 我们中餐餐馆 真的不入围的话 真的够新加坡的餐馆 来吃 为我把小饭干杯 小饭干杯 真的我觉得很光荣 我可以代表新加坡 船部的小饭 进入国际了 为我们美食 大陆国际 这里整个船部 没有一个中餐来的 有有有中餐 好的人 Ie Singapore Singapore is a natural extension to our global presence The Michelin specters found truly amazing cuis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很想把新加坡的美食 小贩这种里面埋藏了卧府长龙的人才 包括不要说我一个 如果还有很多我想真的在国际上 希望他们都会欣赏我们的小贩的一种真正的美食 其实做小贩不如是酒楼也好 大酒店也好 我希望每一个厨师 这就是老老实实 用心地把它发挥出来 当作那个人正在地欣赏我们的食品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心得 那个美食才会拥有你的爱心出来的 我觉得每一样的食品 都是很有永远的学不完而且做不完的 我相信天下是没有一流的食物 只有一流的厨师了 明增小贩 今天又被绳他来list 我们现在为了整个找髮学 事情 疯似 古片